再来看这位二胡志琴师 无视子通 也实践了梦想 过去他经营乐器买卖 发现进口胡琴品质不稳 经常故障 他学久维修 最后开始研究志琴 而且发挥他理工背景专长 减少杂音 让二胡的传透力更好 但琴却卖不出去 因为声音太过干净 不符合市场主流 但他没有妥协 坚持自己的做法 直到十多年后 日本人为了纯净音色慕名而来 美国及加拿大也来订购 终于熬出头了 他不藏私 开始教导学生 希望把志琴技术传承下去 宜兰郊西 乡间小路旁的工厂 传来悠悠情声 悠耳动人 我是全面无休的 我每天都在做二胡 我每天都在这里 除非我有去出差啊 其他时间 我每天都在做琴 像是中了毒 日以继夜地沉浸在二胡世界里 一身钟情 眼前的胡琴 二十七 一百零八 铅笔在不规则的木材上做记号 机台轰隆作响 精准裁切 这样切它这边就变成是花纹的 那我要的是指纹的 所以我要我要切这个这一面 指纹的这个正纹 这个就是音响材 我们所谓音响材的曲法 它的震动的效果比这一面花纹的 会比它的效果会好三到五倍 留着一头长卷法 里外充满艺术家气息 二十多年前李春正退伍后 便和同袍一起创业 从事国乐器的进口买卖 在买卖的过程里面 我发现到有几个问题 就是大陆那个年代的乐器 进口进来台湾 它有很大的那种 就是不良品或者是损耗 大概超过三成 那这些东西你不修的话 都会很可惜 不舍胡琴因故障便被弃制 喜欢动手做又追根究底的性格 李春正开启了 从未想过的维修旅程 也很幸运地遇上了 影响他走上胡琴制作的贵人 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 我碰到了我的启蒙老师 台中一个王胜者王老师 他是小提琴 中提琴 还有提琴工的制作专家 因为有这个专业知识 我把它引进到 我该怎么去修琴 该怎么去把那些有问题的琴 开始慢慢摸索 慢慢把它给整理好 然后慢慢就熟悉了这个 国业器的这个维修 还有就是开始接触到 他们的制作的那个领域 一脚跨入维修 只因爱物喜悟 银元忌惠从进口买卖走向专业知情 又是另一个偶然 野生动保法公布后 蒙有蟒蛇皮的胡琴 倘若没有合法证明 很有可能触法 李孙震不想游走法律钢索 决定打破困境 土法练钢 自己制勤 要做一把好琴 基本上你必须要有一些背景 第一个就是你要熟悉一些物理 化学 音响学 材料学 还有木工的这一块 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具备这些专业的话 那你做的琴可能就是 没有办法达到所谓高级的 或者是好音色的琴 一头栽进胡琴制作 作为二胡骨架的木料 更是制作上的首要关键 看它的大小 因为木头比较大的话 它比较成熟 那第二个就是 看它的那个有没有空洞 或者是它纸不纸 那当然最重要还是用斧头去敲 去看它的色泽 因为像这种檀木 它如果说它油脂比较重的话 就代表它会比较成熟 颜色会比较深 木材的那种老化或碳化的效果 是我们一直在追求的 它不是说干燥就好 干燥没有用 干燥只是稳定而已 它要的是 你碳化到效果非常好的状态之后 它会产生自然的共鸣 所以琴是越老越好 木料也是放得越久越好 这样 李春正的父亲 在日治时期就是仿木工 从小跟在父亲身边帮忙 耳濡木染之下 他也逐渐学会木材的保存与见识 为了寻得好木材 他跑遍中国不同城市 拜访在地著名的志寝师 上山下海的疯狂行径 只为成就心中的完美无情 如果说你没有最好的材料 你根本不可能会做出好琴 很多材料的特性是技术 它没有办法去克服的 找到好的材料 就好像找到一个最快乐的事情 制作琴筒的木材 在机台上来回好几轮 接着透过报道机修整后度 前宽后载是拼装浮琴的最佳角度 拼接琴筒使用的水胶 粘性加且兼顾持久 这是李春正诗成启蒙老师的经验谈 唯一怕的就是潮湿 要把整个湿度控制大概在60左右 或者是以下 我们台湾经常会有70几80的湿度的话 那个胶子是不会干的 而且它就会腐坏掉 因为它是属于动物的皮胶 会臭掉然后就失去它的粘性 琴筒拼接完放置银杆至少二到三天 一刀一刀修整琴筒 针对木材特性调整厚薄 然后错刀下去 或者是我手在摸的感觉的时候 其实都是我在认识这块木头 当下就是下定一个决心说 我到底应该要怎么去处理 所以严格来说 我们就是做不出两把琴是一模一样的 蛇皮是弧琴中的灵魂 决定了整把琴的状态 音色 也会赋予它不一样的生命与属性 这种缝的方式也是自己想的 因为有很多失败的经验 制行师通常会在琴中刻印盖章 李春正对于自己所留下的文字 倒是有套独门见解 我认为乐器就是一把琴它的声音 它的音色 其实它本身的材料就已经赋予了 那我只是在制作的过程里面 我减少失误 然后我摸索出最好的数据 然后把这个工作完成 所以我不认为说我能够单独的 去制作出一个好的声音 好的声音是比生俱来的 琢磨好声音得面面俱到 蒙皮是最难下决心的时刻 考验专注度仰赖经验值 这个时候听很重要 这个时候就是最后的一个鉴定 不是只有听它的音高 我们要听它的共鸣 听它的那个声音的那种音质 就是它节食与否 还有就是它是不是有松掉 经由不断手工修整 最终的胡琴组装和事情 便是验收成果的时候 我做了一首好琴 但是我更需要的是 要有那种专业的人 可以帮我鉴定琴 展翼我跟你讲 这把琴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我觉得它应该是会有 配一个很有特色的音色 应该比较像女生 我猜的啦 你试试看 好 好 好 它煮起来我们等一下试个音 好 林展翼是李春正口中的专业鉴定者 拥有丰富的演奏和教学经验 他以专业演奏的角度 协助李春正测试美靶手工鼓琴 让它确保我们整个把 就是整把位我们讲的整把位 都是适用的状态 就不能出现任何的杂音或是狼音 胡琴中的狼音对专业演奏者来说 是挥之不去的梦魇 好 这把就是中国大陆做的琴 那我们测它的第一个声发的位置的时候 它就会产生一个破破的声音 那即便我的技术再好 它都没有办法去克制它 或是把它拉好听 这个我们就把它叫浪音 一个破掉的声音 那我们听听看好的声音是长怎么样 它是非常干净的 李春正坚持做好音色的琴 但这样的坚持却不受市场青睐 伐人问津的日子长达十几年 但他始终不愿向现实妥协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坚持这件事情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 我对二虎我是真心喜爱的 我喜欢听他的音乐 我喜欢制作 有可能是因为这样子 然后我就一直不自主地 然后就坚持下来 我从来没有去考虑过说 我想要转业 没有 从来没有过 只知道说我要怎么样去把 父亲做得更好 只有这个想法而已 直到遇见了日本经销商 肯定了李春正的琴 进口并设置专卖店 才逐渐打开了国际市场 十几年的时间其实是日本的订单 支撑我们在台湾的制作跟研发 跟生存下来 一直到最近这几年 整个台湾的那种用琴的习惯 以及对琴的要求也有提升 往到现在是变成我们的 变成是一个主流 坚持做好琴的那番风骨 使李春正挺过销售的李股 近几年他的琴也在日本 新加坡 美国 加拿大等地 逐渐绽放光芒 最难人可贵的其实就是 李老师一直不断地进步 然后我也一直不断地在进步 就对于追求音色这件事情 或是对于追求我们必须要更好 然后更完美这件事情 我们并没有放弃 我没有想过要退休 我就想说我做到我那个 没有办法做的那一天这样子 魔琴也魔心 李春正数十年来的坚持 成就了无数把卓越的好琴 手工制作的细腻与别致 将伴随古典优美的乐音 继续谱写篇章